在这把手给我,来,起会 跟我比起唱 2019年1月,北京工人体育馆 在数千名观众的欢呼中 陆先生这支组团仅三年的乐队 完成了自己的工体首秀 也成为近年来中国内地 最快登陆工体举办演唱会的乐队 五位年轻人歌唱着都市青年的爱情 青春与梦想 一步步从Life House,剧院走到体育馆 近日,中心设计者在北京的排练室中 见到了这支乐队 听他们讲述音乐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们是陆先生乐队 然后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 我是鼓手皮皮 我是键盘冰冰 我是节奏吉他杨颂林 我是主音乐手董斌 我是贝斯手李斯 其实我们六个人一开始都是好朋友 我们有校友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同事 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每个人 擅长的乐器还都不一样 所以正好组成一个乐队 我们一起就做了这支陆先生 然后同时也发表了我们第一首作品 就是春风十里 2015年10月 春风十里正式发行 一夜之间 这一首民谣歌曲 引起流畅的旋律 文艺的歌词 以及乐队深情的演绎 吸引了大量听众 更因被李宇春等歌手 在各种场合翻唱 传遍大街小巷 一时间 陆先生这支年轻的民谣乐队 迅速走进人们视野 几个平均年龄 三十出头的上班族 朝九晚五的建筑师 工程师 创业者 一跃成为舞台上万人瞩目的音乐新星 每到周末 或奔波于全国各地的音乐舞台 或集中在排练室 录音棚打磨音乐 最大的一个困难 可能挑战吧 也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有自己从事的另外一份工作 然后同时也有乐队的这个事业 它在我们生活里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路上大家非常辛苦 加着加着班 过来排练三个小时 你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精力 投入在音乐上之后 排练完了 然后再被这群去这个继续加班 熬夜 甚至在后台还在画图 随着乐队爆红 有人发现乐队成员都拥有高学历 几乎都是硕士博士 于是高能学霸乐队也成为乐队标签之一 作为团队中学历最高的一个 节奏吉他手杨松林 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学博士 高级结构工程师 他坦言 希望这能成为鞭策自己进步的动力 而不是在工作上推诿懈怠的借口 首先我会觉得会让大家有认同感 就像我刚才说的 可能很多也是从学校里出来的 我们写的东西可能会带这些一些的色彩 会感染到他们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更谦虚的 以一种学习的态度去面对以后的音乐 在面对我们以后的人生 转眼三年过去 陆先生俨然从默默无闻到拥顿万千 两张专辑陆续发行 二十余场巡演接连授庆 四十场音乐节反响热烈 然而团队仍会遇到猝不及防的新挑战 对他们来说 最大的勇气来自轻如家人 互相守护的团队成员 因为当时其实现场 就是我的那台琴出了点问题 当时只有我跟贝贝 然后他突然在儿发里告诉我 说明明没事站起来站起来 我都想那贝贝怎么唱呢 然后他又来了一个声音 李四你顶上你顶上 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时间 在你脑海里真的是会变慢的 但是身后有一个坚定的声音 团队告诉你说 没关系站起来赶紧换琴 所以那一刻弹着一半 毫不犹豫站起来 我就马上去换了一台琴 对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贝斯 对 如今这支乐队将开启 新一轮的全国巡演 五位年轻的音乐人 将带着他们的热血 青春和故事继续上路 新一轮的全国巡演